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8年4月 当地政府就准备往山上修一条饮水渠道 灌溉庄稼 而就在施工人员挖土坊的时候 只听得哄的一声响 这个地面突然塌下去了一大块 地底下露出来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几个工人师傅壮起胆子 吓到洞里一看 我的个怪怪地底下居然藏着一座雕梁画洞的宫殿 很快 考古人员也闻讯赶到了现场 专家很快就确定了这座红墙绿瓦的地下宫殿 其实是一座古代墓葬的地宫 而且墓葬的等级是相当的不低 古代来讲 成都东郊这个正确山是成都东郊比较高的山分了 之所以悬的这个地方主要是前面还有一个青龙湖 它叫伊山邦水 我们古人这个悬枝有种说法就叫藏风溅水 聚齐陵山 所以对它的这个陵墓这种风水啊 这种开阔地啊 或者这种誓言是相当好的 众所周知啊 中国古代达官贵人的陵墓所在地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按照勘于树的理论 郑绝山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背山面水 那正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能够占到这一块地给自己修墓的 那不是一般人 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会是谁 这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找到答案了 然后一份的事情嘛 就是上包我们出外部 然后申请发掘 求求性发掘 抢救性发掘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 考古人员打开了地宫的第一道石门 而石门刚一打开就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形 什么情况 只见门背后的地上赫然躺着一个骷髅和几根断骨 白花花的一片很是甚兴 各种各样的尸骸 考古专家们那是见得多了 没什么可怕的 让他们疑惑的是 这个尸骸怎么会就这样散落在地宫门边上呢 它会是墓主人吗 当然 想确定这一点 就得先找到地宫最重要的部位 安放墓主人观果的果式 前辈说了 还没有打开地宫之前 专家就确定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墓 墓主人是非富即贵 但看清了地宫里的情形之后 他们觉得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恐怕还会超出之前的估计 第一 整个地宫的面积足有上百平方米 而且地宫里的建筑呈三进三重垫的四合院布局 做工是极其的精美 令人是叹为观止 第二 地宫所有的墙壁和地面都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 很多石头体积超过四五个立方米 重达二十多吨 而郑爵山上并不出产这样的石头 所以他们只能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 想运输这样的巨石 搁的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想而知 当年修建这座墓队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 第三 在地宫的外室 考古队发现了第一批陪葬品 什么呢 四百多个陶涌 这些陶涌造型以人物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动物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个个都栩栩如生 一看就知道是能工巧匠 精心烧制的 陶涌人物有男有女 有文官有武将 还有舞女乐师 可能还有观众记得 在从前的节目里边咱们说过 在中国古代的墓葬制度里边陪葬的陶涌 也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 想做上什么样你就能做上什么样的 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兵马俑 那只有皇帝 或者地位高贵到跟皇帝差不多的人 才可以用兵马俑来陪葬 而这个文官武将俑 那也绝不是普通富贵人家 能够可以用得了的陪葬品 没有相当的身份 那是绝对不可能让文官武将俑给自己陪葬的 不然就叫建月 那可是要抄家灭族的 除了陶涌 在地宫的外室还摆放着一些小件的瓷器 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渐渐都属于真品 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那就更加令人期待了 清理完外室的陪葬品之后 考古队打开又一道厚厚的墓门 进入了摆放牧主人棺木的果室 这间果室的正中央 有一座用青石雕城的果床 让人惊讶的是 果床上雕刻的图案居然是龙和缝 谁都知道 按照中国古代的礼法制度 有资格用龙凤图案来装饰坟墓的 即便不是皇帝和诸侯 那至少也应该是皇室成员 这也就意味着 郑爵山上的这座大墓 很有可能是一处皇家墓葬 可惜的是 果床上的棺材 已经阻烂得不成样子 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气氛 还有啊 这个果室本来该是 陪葬品最多的地方吧 现如今却空空荡荡 什么东西都没有 更奇怪的是 在腐朽的棺材里边 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具完整的尸骨 它应该是墓主人无疑了 那么地宫门口的那具骨骸 是什么人呢 郑爵山上经现的豪华地宫 墓主人究竟是谁 墓主之外的神秘师 又不会是何方神圣 经有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考古人员 在成都西郊的郑爵山上 发现了一座古代的豪华大墓 墓主人身份是非同寻常 而且在地宫的外室和果室 人们还分别发现了两具尸骨 一座墓里边埋着两个人 一个躺在棺材里 另外一个躺在地上 这回是怎么回事 一时半会儿 大家也想不出答案 那算了还是集中力量 先搞清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吧 接下来的几天 考古队找遍了地宫的角落 终于在果床的底下 他们挖出了最想看到的东西 墓志明 他的这个失败的材质 是独家有的侵蚀 有了墓志明 墓主人的身份那就水落石出了 原来啊 郑爵山上这座大墓 是明朝的第三代蜀王 蜀西王朱友勋的亡灵 读过一点名史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明朝刚一建国就设立了一整套 完整的藩王分封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 从一个讨饭的孩子白手起家 拎着脑袋干了几十年 才打下了大明的江山 这来之不易啊 肯定是格外珍惜 加上朱元璋生性多疑 全国那么大地方 除了自己家的人 交给谁管他都不放心 于是他就实行了分封制 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侄子 封到全国各地做藩王 掌管当地的军政大权 其中被封到四川成都的 那就是他的第十一个儿子 属献王朱春 而墓主人朱友勋呢 那就是朱春的孙子 第三代属王 死后的嗜好是西一王 在有关明朝的各种史料上呢 对于朱友勋的记载不算很多 只是说此人呢 生于公元1409年 在宣德七年继承了蜀王位 是一个口碑挺不错的王爷 他这个人呢 他是在在位期间大约有14年 他在14年期间呢 他是做了不少贡献 你比如说他也是 就相当于他 他也相当于祖父一样 你比如说新水利啊 什么新派教育啊 这方面还是政绩比较突出 所以后来呢 所以当时 草城里上面就说是 蜀中多邪王 这个背位上面有12个字呢 就对他的医生做了概括 比如说 唇厚端属 严重顺利 外场有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性格 就是唇朴端壮 一言一行可以作为表率 没有犯过错误 牧主人的身份 总算是搞清楚了 不过另外的那个谜团 却还是困扰着考古人员 地宫里边 怎么会有两具事故呢 最开始呢 有人提出 蜀西王墓 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里边埋的是 朱友勋和他的王妃 不过很快 这个提法就被证实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历朝历代的 夫妻合葬墓两口子 那都是 只葬在同一间墓室里边 那棺材还是各躺各的 而找遍了整个地宫 蜀西王墓里边 就只有一口棺材 难道两口子感情 好到死后 也要躺一口棺材里吗 很显然不可能 对了 专家后来对两具尸骨 还进行了性别鉴定 这两位都是成年男子 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夫妻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吗 一想到牧主人是明朝的王爷 有专家又提出了新的财测 地宫外室躺的那具尸骨 很可能是训人的尸骨 所谓训人 那就是为主人训葬的活人 训葬制度 在以前咱们节目里边 多次提到过 那是一种起源于奴隶社会的野蛮制度 奴隶主死了 要杀死一些奴隶和下人 到地底下继续去伺候死去的主人 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 从秦朝开始 陶制和木制人勇 开始逐渐地取代活人 训人现象基本就消失了 不过到了明代初期 这种血腥的制度又死灰复燃了 而开历史倒车的 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临死之前下了一道圣旨 把46位没有生育过的嫔妃和宫女 活活勒死 埋进孝陵当了训人 朱元璋开了这个坏头 他之后的好几位皇帝 什么永乐帝 宣德帝 甚至还有很多各地的藩王 那都是有样学样 让嫔妃宫女为自己殉葬 前面说了 蜀西王朱友勋 是朱元璋的曾孙 继位于明宣宗宣德年间 也就是说他在位的时候呢 正是明朝允许甚至流行 殉葬制度的时期 那么他牧师里的另一具尸骨 会不会是陪葬的训人呢 这个猜测听上去可能性很大 可是专家们一查资料 再仔细一分析 还是得摇头 为什么呢 首先即使是在奴隶社会 训人的尸体呢 那也是得摆放的整整齐齐的 不会就这么胡乱地 扔在牧师里边 训在的话 他就尸骨了 他的背范也好 他的陈面也好 他是有序的 他不会像这样子随便 还有按照明史里面的记载 明初给皇帝藩王们殉葬的 只有两种人 嫔妃和宫女 也就是说 帝王们只带女人去殷奸 不要男的 而且面说了 性别鉴定表明 属西王帝宫里的另一具尸骨 也是个男人 所以他不可能是殉人 这个猜想也被推翻了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在查找史料的时候 有专家在一本爷室里边 发现了有这么一段记载 这件事情说不定啊 跟帝宫里的神秘尸骨有关系 什么事呢 明初著名的静难之一 大家都应该知道 说的是朱元璋死之后 没有按照惯例 把皇位传给儿子 而是传给了自己最喜欢的孙子 朱玉文 也就是著名的建文帝 这下好了 朱元璋的四儿子 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不高兴了 于是他从北平起兵反叛 一路南下 三年后攻破南京城 取代朱元璋当了新皇帝 而南京城破的时候 建文帝却神秘的失踪了 生不见人是死不见尸 从此朱元璋的下落 就成为了朱棣的一块心病 之后的几十年 他派人四处寻找朱允文的下落 不光是国内 甚至连外国都没有放过 那么这件事跟属西王地宫里的尸骨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 关于朱允文的下落 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有人说出家为僧 有的说流落海外 还有人说隐居深山的 在四川当地的一本野史里边 专家还看到这么一种新的说法 说建文帝千里迢迢从南京逃到了四川 投奔了叔叔 蜀献王朱春 朱春就把侄子藏在了王府里边 要说这个朱允文还挺能活 一直活到了楚王传道第三代 他才去世 那么该怎么处理他的后事呢 这个问题让当时的蜀王那是大伤脑筋 大操大半肯定是不行的 当朝皇帝那可是朱棣的子孙 要让朝廷知道了这个秘密 蜀王一脉还不得满门抄斩呢 那挖个坑悄悄埋了 好像也不妥 再怎么说建文帝那也是正经八百 当过几年皇帝的又是长辈 是朱元璋的嫡系子孙 你这么处理 以后自己死了 怎么有脸到地下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呢 思来想去 最后蜀王想了一个办法 把建文帝悄悄地埋进自己已经建好的陵墓 既让这位当过皇帝的叔叔享受死后的富贵 又不被别人知道 也算是两全其美 爷使里的这个说法听上去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那他会不会就是真相呢 一番分析之后 专家说了 不靠谱 即使真有这么回事 那蜀西王的地宫里边 也应该有两口棺材才对呀 总不能把建文帝 直接有料在那儿吧 葬进自己的坟墓 连口棺材都不给 说了那么多呀 有观众该着急了 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 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搞清楚了 别着急 这就跟您说清楚 答案肯定是有的 其实在勘察地宫的时候呢 有专家就已经怀疑了 地宫规模这么大 建筑如此奢华 还有几百尊陪葬的陶勇 说明蜀西王不是低调节俭的王爷 藩王那都是地方上的大财者 不缺钱 可是蜀西王的果实里边 却找不到一件金银器 这该怎么解释啊 我想有观众已经猜出来了 现在没有 不代表过去没有 只是他们后来被人拿走了 谁呢 当然是盗墓贼咯 就在发掘工作 进入扫尾阶段的时候 考古人员在地宫门顶上 发现了一个很隐蔽的小洞 巧的是 小洞的正下方 正是发现第一具尸骨的地方 专家一研究啊 这个正是古代的盗洞 中间这个就是盗洞 当时发现的时候 这个盗洞里基本上垮塌 盗洞周围啊 基本上垮塌 这经济应该是被盗 他当时学长气氛是非常丰富的 有任务上被盗过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发觉的是 一些遗留下来的 对当时的盗洞的人来说 是不关键的 根据这个发现 考古队得出了结论 地宫外室那具散乱的尸骨 很可能就是当年的盗墓者 而且盗洞打得如此精确而隐蔽 说明他们还不是普通的盗墓贼 而是非常熟悉地宫情况的人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啊 当年负责守灵的士兵 这个盗墓贼为什么会死在地宫里头 是意外还是盗墓贼黑吃黑呢 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 那这么多的陪葬的珍宝 被这帮家伙洗劫一空 实在是可惜啊 不过我得告诉你 即便是被盗过 这个属西王的墓里边 还是有很多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上节说到通过地宫顶上的盗洞 考古人员破解了蜀王墓里的双尸之谜 感情地上躺的那是个盗墓贼 金银财宝虽然没了 不过我们经常说啊 搞考古最重要的不是找宝贝 而是通过发掘研究 证实或者证伪各种历史记载 而在蜀西王的地宫里边呢 考古队就研究出了有不少让人惊喜的新成果 第一件就是这个龙形的石雕了 有人要说了 这条龙前面看过呀 帝王墓里边用龙形图案做装饰很平常啊 有龙确实不稀奇 可是这个龙头却不简单 他是传说中的人头龙 人头龙 好像没怎么听过呀 咱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石雕上的这张龙脸有什么特点呢 没错 它比一般的龙脸更长更瘦 额头更高 下巴更突出 这要是一张人脸的话 咱们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做什么呢 地包天 反正是不怎么好看 怎么会这样呢 是工匠的手艺太差 把龙头雕丑了吗 不对 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咱们来看一张画像 这个就是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的标准像 看见没有 一张长长的马脸 额头跟下巴两头 秃得老高 鼻子一带却凹了进去 朱皇帝的长相 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不过你发现没有 这张脸跟咱们刚刚看过的龙头 是不是很像呢 它这个造型实际上是个人面 马脸 英勾笔 鲍眼 这个的话 它这个造型 我们现存的这种 故宫国家 从这个朱元璋的画像 比较相似 因为历史上的朱元璋 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马脸 它就是小和射 你看它下面这个龙 它是包眼 简而言之 所谓人头龙 是明朝的时候 后人根据朱元璋的模样 设计出来的一种 独特的龙的形象 估计是怕老百姓 笑话朱元璋长得太丑 朱家后人 就想通过人头龙的形象 告诉大家 或者说说服大家 咱们的太祖皇帝 不是长得丑 而是真龙天子 你看龙就长这样 所以这个真龙天子 就该长这幅木鸭 过去人们在史书上 经常能见到人头龙的记载 却一直没有见到食物 而属西王牧 人头龙的发现 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证明了写史书的人 没有说假话 好了 咱们接着说下一个发现 我们知道 中国封建社会 是礼法森严而反腐 皇家更是如此 什么人能用什么穿什么 死了怎么埋 都有严格的规定 违反规定 那就叫做僭越 是杀头抄家的大罪 而这个属西王的地宫里边 却有好几个僭越的地方 什么呢 我带来讲 我们这个三段级别 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门丁 屋门这个门丁 这很久的数九 九九八十一块门丁 这个龙抓的就是 我抓的叫 九五十岁 帝王墓葬里的门丁和龙像 我们往往看上去差不多 其实却大有不同 按照明朝的理智 只有皇宫大门 和皇帝陵墓的墓门 才能使用九九八十一颗门丁 至于普通的藩王 对不起 得打个狠折 你只能用七七四十九颗门丁 还有啊 同样是龙 代表皇帝的那是五个招 五爪金龙 而代表藩王的呢 却只能有四个爪 他这个龙爪 你看到我们看 有一个一样的三四五 有五个龙爪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叫 九五之尊 就是这个意思 他是代表这 至高不上的皇权 这个事情又该怎么去解释呢 前面说了 剑阅那是杀头的大罪 一个藩王竟然敢用皇帝独享的礼仪 虽然他自己是死了 难道就不怕殃及子孙吗 这里头一定有名堂可讲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考古队的专家们又翻阅了不少的史料 最后发现 这个事啊 竟然还是跟静难之一有关系 这又是个怎么情况呢 原来在大明众多的藩王里边 蜀王这一只呢 跟皇帝的关系 那可不一般 第一代蜀王朱春 从小就跟燕王朱棣比较要好 当年朱棣发动静难之意 开始并不顺利 一度被政府军打得是狼狈不堪 各路藩王一看 朱棣这小子怕是要玩呢 我们得跟他划清界限 甚至帮助建文帝一起来打朱棣 唯有这个蜀王朱春 够义气 不是跟朱棣关系好吗 那我就从精神到物质 帮了朱棣不少的大忙 进来之一的时候呢 这个朱棣当时是旗帜先年的 就是支持他的四哥朱棣 来吞发他的这个侄子朱尉文 然后呢 他的四哥登上完了以后呢 就对他这个蜀王之一之 还是比较恩宠的 他觉得这个 idea对他还是比较好 其他的兄弟姊妹都比较反对他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把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些其他的王 隔的隔或者流放的流放杀的杀 但是对待成都这只蜀王呢 他确实还是不错 朱棣死后 朱棣特意下旨以皇帝的礼仪规格 后葬这位关键时刻 向着自己的铁哥们 连朱棣之后的历代蜀王 也跟着沾光 享受到了破格的特殊待遇 地宫里边有81颗门钉的木门 还有五爪金龙这些全都是特殊待遇的体现 哦对了 自从1978年蜀西王陵被发现之后 考古人员在郑爵山上陆陆续续又发现了十多座历代蜀王和王妃的墓葬 这些墓葬呢也大多气派非凡 于是就有了北有十三陵 南有明十陵的说法 以后有机会的话 咱们再去看看其他的那些亡灵 说说他们的故事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江西卫